今天就是代言一個我一直很喜歡的錶款 SEIKO的LOOKIA系列 那這一次拍攝他們的 不管是平面或是電視廣告都非常的開心 因為拍得相當有質感 然後電視廣告甚至像電影一樣 剛剛有說就是9月就要去遊學的終於要完成這個夢想 每一部都好艱辛喔 其實深情過程還蠻複雜的 然後也都會有一些小狀況 就算到現在也還在客服當中 可是隨著時間越來越近會不會越來越緊張 會啊會啊 就想到一直把要帶什麼東西的那個錶要列的很詳細 當然包括LOOKIA 我要帶不同的款式去搭配 剛剛那個成長影片啊 自己看起來就是自己這樣看自己從年輕到 就是從十幾歲到現在 會不會也是蠻有感觸的 有啊那時候他們希望我提供從小到大的照片 資料越多越好的時候我還蠻驚訝的 就是他們打算很用心製作的這部 有點像引導影片的東西 然後我剛剛自己其實我是實際上在後台配那個旁白的 對然後配我都會哭了 對就我覺得每個人過去的遭遇 不管是讓你很痛苦的或很歡樂的 一個都不能少才能照現在的自己 有企畫要去多久嗎 一年 要去念什麼 螢幕表演 對 對 對 還是比較有感覺嘛 對 有休假嗎 出去玩是跟男友一起嗎 對 很多人啊 真的 三四十個人都旅行段 對 我覺得會靠男友近一點 並沒有耶 而且時差更麻煩 對 但是我想問那個SECLE有沒有雙十區的那種表 想會比較方便一點 對 所以像妳就是遠距離戀愛 所以都會像偶像劇裡面跟那個李大仁這樣子 常常視訊之類的嗎 應該現在跟到英國都是一樣的狀態吧 我只能說科技發明萬歲 高科技萬歲 對 那這樣遊學一下又耽誤一年 婚事呢也有什麼打算 那 哎呦對我來說不會是耽誤啦 可能就是 確定自己 對啊 就是 把一些夢想完成才能往下一步去嗎 對